兩球 然後加甜筒也才20 真的也太誇張了 這樣只要30元 就去哪裡找 而且還這麼大一顆 它雙胞胎很厚實 然後咬起來很有嚼勁 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種 而且它吃起來還有微微的脆糖的感覺 它單吃就很香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苗栗吃美食 吃什麼美食呢 吃只要10元的同班美食 沒想到在苗栗國可以吃到這麼平價的美食 那至於可以吃到什麼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走 去吧 這家簽名包子饅頭啊 它就是賣包子跟饅頭 它的那個肉包喔 這麼大一顆 只要10塊錢 然後還有筍包啊 什麼起司饅頭 芋頭饅頭 那些都是10元 然後它一顆的話還蠻大的 鋪開以後啊 可以看到它的品質是有點厚度的 然後肉餡的話其實也不小塊 它的肉餡啊 味道還蠻濃郁的 就是你這樣搭配外皮吃啊 會比較夠味 它算是比較夠味的肉包 然後皮的話啊 就吃起來有點厚 但是因為搭配裡面的內餡 所以不會覺得說沒味道 然後吃起來有點QQ的 那主要還是就是肉餡的味道比較多 然後肉餡的話吃起來是還蠻紮實的 但是帶點油脂感 但又不會太油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古早味雞蛋糕啊 它是5個10塊錢超便宜的 然後它賣了30年 是在地人小時候的回憶 它現在在市場裡面啊 生意也還是很好 它有兩個擺攤的地點 早上的時候到11點 是在厚隆的第二市場 然後下午3點半到5點啊 是在那個仁德醫專 它外層有點酥酥的口感 然後裡面是紮實的 然後有一種那微甜的那個麵糊香氣 然後它吃起來不會太乾 就是保有一點點的濕度這樣子 還蠻紮實的 煙霧厚 吃起來的口味也還蠻天然的 這個黑輪胖啊 它的網路評價很多 不過聽說都是觀光客在吃的 在地人比較不會吃 然後它的地點啊 就在後龍火車站附近的 吃雲公廣裡面 然後它的食材啊就是一個5元錢 然後一碗啊有低銷喔 一碗是30元 它還會在加收5塊錢的容器錢 所以我們這一碗是35元 然後結帳的時候 它會問你要不要辣醬 要的話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它那些烏烈啊 有差不多30種的點 那你可以單點也可以點 它們就是配好的套餐 那我先吃吃看 有蛋看裡面是什麼 它就是外層有一點像貢丸的那種口感 可是沒有貢丸那麼脆 它比較偏軟一點 它裡面應該是類似蛋黃的東西 蛋黃它其實是有湯頭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算普通 就跟一般的那個觀眾主店的東西差不多 真是怕白葉豆腐 沒什麼味道耶 就白葉豆腐的味道 然後沒有什麼入味的感覺 蘸一點醬看看 它辣醬算偏辣一點 這樣還不是非常辣 但是它那個醬油有那個薑的味道 試試看米血 然後它米血就是煮到外層 是比較偏軟 然後中心還好啦 我覺得也還是要沾醬會比較好吃 小飯 我覺得Seven的冠東煮比較好吃 它湯頭是喝起來有味道 但是不會覺得那種口味的 我們剛吃完黑倫薄 其實我覺得它的醬料蠻好吃的 那可能你們不喜歡的原因是 因為它裡面有醬 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比Seven的醬料還好吃 因為它喜歡吃醬醬 它會覺得那醬好吃 對 就很特別 這家三美冰店在厚隆當地賣了 超多有50年歷史的傳統冰店 然後他們幾乎所有東西都是用新鮮食材製作的 不太有什麼添加物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冰淇淋啊 如果你是備重的話 是3球20 很便宜 而且它超大一球的 然後我這個啊 兩球 然後加鐵桶也才20 真的也太誇張了 然後夾冰呢 是10元 梅子口味夾冰 有那個梅子跟清冰 啊我是選梅子這樣子 這樣只要30元 就去哪裡找 而且還這麼大一顆 我點的是芋頭跟巧克力這樣 它芋頭味很濃欸 而且很濃 它芋頭味很濃欸 然後甜甜的 它梅子味道不會說很濃 然後也不太味酸 它是屬於會甜的那一種 味道算是屬於偏淡一點 但是吃得到梅子的果肉 覺得這樣30塊真的還蠻划算的 尤其是這一個 超大一坨 哇這個20是那一坨 真的很誇張 這外面賣可能也要40塊吧 因為它一球幾乎是別人的1.5倍的概念 巧克力也是那種傳統巧克力的味道 它還不錯 這一家炸雙胞胎跟甜甜圈啊 它就在中華電信的旁邊 然後它有賣三種東西 一個是炸雙胞胎 一個是炸甜甜圈 然後一個是芝麻球 先吃這個雙胞胎的另外一邊 它雙胞胎很厚實 然後咬起來很有嚼勁 是越嚼越香的那一種 而且它吃起來還有微微的脆糖的感覺 然後微甜 不會沒有味道 它單吃就很香 也覺得還不錯這個 然後那個甜甜圈啊 就是現點的時候 它才要去裹糖粉 我覺得甜甜圈吃起來的口感 跟雙胞胎差不多 不過甜甜圈好像比較軟 然後它因為有裹上糖粉的關係 吃起來比那個雙胞胎甜一點 如果你喜歡吃甜的就吃甜甜圈 不喜歡吃甜的就吃雙胞胎 現在這個年頭還可以喝到10元的珍珠奶茶 真的很誇張 這家無名的小攤子啊 它就在苗栗的玉清宮旁邊 然後也經營了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吧 也是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小吃這樣 然後他們除了珍珠奶茶 還有豆花跟燒仙草也都還蠻便宜的 它這個珍珠奶茶甜度應該是固定的 然後它喝起來的話 我覺得的茶味還蠻重的 就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重 然後甜度的話 我覺得大概也超微糖而已吧 其實一點都不甜 然後它的珍珠啊應該是沒有蜜過 因為咬起來是不太會有味道的 但是吃起來是那種QQ很彈牙的那種口感 整杯喝起來以10塊錢來咬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今天的苗栗10元銅板美食啊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到就是 苗栗有10元的美食 而且它的份量都還蠻大的 就是比我想像中的10元的東西啊 份量還要足夠 那印象最深刻的話 你是什麼? 冰淇淋 哦哦對它真的很大欸 對它真的很大 對它真的很大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珍珠奶茶 因為珍珠奶茶根本就不可能吃到10元的東西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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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